大家好 因為今天太陽很舒服 所以跟老婆 開車去附近一個 水上公園 也去過很多次 然後就休息一下 曬太陽 今天星期六應該有很多人 但是可能天氣太好 很多人都去了海灘 或者在家裡燒烤 所以這些水上活動中心 反而人少了 拍位又容易些 又舒服 反而一種我們這些 不太喜歡去海灘的人 正所謂在這裡擺一張椅子 就可以坐一個下午 南無二絲的生活 就是這樣 南無二絲呢 我們 除了都三十年 差不多三十年 就是習慣了 不跟人逼 不會跟人爭 我們很怕跟人爭 人多 所以這些國家 就適合我們這一類人 當然是不太適合那些 喜歡大城市生活的人 例如年輕人 當然不會來這些地方生活 但是香港不只是只有年輕人 對嗎 還有一些 好像我們這樣 上個年紀 退休了 又或者想去一個新的地方生活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必要 就是跟人去逼 例如很簡單 你說 香港人現在最喜歡 那幾個地方 只不過是 倫敦 萬城 百明漢 甚至有人去到 紐卡索 利物浦 其實我也知道 為什麼人們會去這些地方 因為你習慣了城市生活 多姿多彩 即是交通方便 或者一人也怕開車 那其實你在香港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西貢 那其實南威爾斯 就是等於英國的西貢 那在這裡 生活質素一樣 人口就少一些 因為整個威爾斯 不是南威爾斯 整個威爾斯 都是三百幾萬人口的 那你可以想一下 南威爾斯有幾多人 那如果你是 或者不怕開車 就像我一樣 駕駛車那樣 其實你在南威爾斯 你住哪裡都沒什麼所謂 南威爾斯 報名思義 在威爾斯的南部 其實你開車去Bristol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就是由我家裡去 家裡的 生活質素一樣 所有一樣 所有一樣 但是你的消費 就是你那個 生活 就是個人平時的消費 是比較低的 其實如果你是 很嚮往這種生活 這麼靈靜 這麼舒適 與世無憎 就像我們一樣 退休 其實南威爾斯 我覺得 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最近 在Facebook 前兩天 大家都會看到 關於牛油的爭論 其實我一看到 報道 或者資料 除了笑 我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在英國 很多人都說 英國的物價很高 通脹很厲害 會衝擊到英國人民的生活 當然 通脹 物價高 當然會衝擊人民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 就是 看看你跟什麼地方比 其實通脹 所謂超級通脹 是整個地球的事 不是就是英國 是吧 但是 如果你跟我說 是的 那些油價真的高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 跟其他地方比 我不敢跟香港比 因為我 我對香港現在的物價 一無所知 比你 比其他地方比 其實英國的物價 不是你們想像中 高得那麼厲害 其實還可以支持 那當然 油價高 運費貴 甚至乎有些人 要開車上班的 那他的肥費高了 有些人是 甚至連工作都沒有 其實是 是辭職的 辭職 不做因為油太貴 那這個是全球性的問題 如果你只是針對英國來說 我覺得不是很公平 開車15分鐘 來到這裡 坐一個下午 享受一下陽光 夏日 那其實這些 都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那要花多少錢 除了你要給油錢之外 或者待會買個 奶茶咖啡 只問三文字吃 就這麼多了 但是我覺得這種生活 就是優質的生活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如果你想 選一種 另一種 香港的英國式的生活 不是倫敦式的生活 不是倫敦式的生活 老實說 英國不是倫敦 倫敦也不是英國 給多一個選擇自己 有什麼不好呢 所以我其實很衷心地去推薦 南米爾斯 給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生活的話 你來南米爾斯 我可以說 沒錯 你來南米爾斯 最近我老婆就給了一段 某KOL 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她 她和一個朋友 就是她朋友在卡列那裡住 然後討論 或者英國的情況 當她知道 那個主持就知道她的朋友 在卡列那裡的朋友 住在卡列 她竟然說 為何你會選擇 在這麼山卡拉的地方 去移民 或者居住呢 我一聽到這句話 就當時真的很反感 其實那個主持 你猜在哪裡住呢 她在瑞丁住 那個主持 她說這個卡列夫 是山卡拉的地方 我覺得很好笑 卡列夫是威爾斯的首府 即是首都 是一個城市來的 城市 城市 但瑞丁呢 只是一個城市 一個住在城市的人 說住在一個城市的人 住在山卡拉的地方 那是不是很好笑 但我告訴你 真的 在這個網絡世界 很多這一類人 就是有一種鄙視的眼光 一種短視的眼光 去講一些 她自己都不知道的 所謂的資訊 你不一定要去過才可以做評論 當然 你起碼做一個資料搜集 你才去評論 你說人家卡列夫是山卡拉的地方 是很侮辱的 所以你們在網上 拿資訊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這一類人 這種資訊 不要被她誤導了 你也可以不相信我 不要緊 我只是給一個 自己在地 30年經驗 分享給大家 希望幫到大家